好 那个资料库管理 现在是第019单元 那这个也是其中考 如果说你要考分数要高一点的部分 这边就是要做完 那所以我们先讲一下 所以我们顺便也就复习了 第一个就是要利用查阅精灵 然后建立资料表之间的关联 所以我们第三个就是尤其是成交资料表 那资料表之间的关联 它就可以产生详细弹性的报表 这一次就是如果说同学有做报表的话 分数比较高 然后因为我们题目要求 你产生的报表要有四个栏位 就是画面上看到的 第一个你是客户 这个客户来自客户资料表 第二个就是你买还有卖 买或卖来自成交资料表 第三个就是股票 股票内你产要那个是中国股票资料表 第四个是数量是来自成交资料表 这边大家做一做 可能还是有一些人不大了解 你就是产生报表 就是今天的成交资料 就是今天的成交资料 你为什么也要用到客户资料表 用到中国股票资料表 因为你产生的成交资料 那个成交资料里面其实只有主索引键 就是哪一个客户 那个客户的那个统一编号 你买哪一家股票 那也是只有干嘛 哪一家股票的它的那个 好像是代号吧 就是只有主索引键 你要看到它的内容的话 那你就是要透过这个关联就是我主索引键 索引到你 索引到你的话 然后就是把你的资讯呈现出来 那最后那就是今天也要做 那个上课到现在的那个回顾 同时预期下一次开始上课 全部都是每一次上课 都是会用Access 也会用那个Excel 然后还有规律要用很多 接下来就是讲比较 会其实会比较没那么无聊 然后前面会讲比较 前面到现在就讲那个资料 反正我讲很快 反正我跟你讲 你整本书其实都讲完了 那所以当然很多同学可能还是觉得 有点模糊 这正常 因为我就是要把那个有没有 一学期甚至一年的课 有没有到就是浓缩在两个月 跟你们讲 有概念对资料库有概念就够了 那如果说以后有需要有兴趣 有没有自己去买书 其实书也不用买 上网就看就够了 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 那先复习一下 那个到019有没有 我们已经建立了 就是已经建立了资料表 有中国股票资料表 客户资料表 另外有两个查询 就是那个利用查询规律 我说把那个涨幅超过9%的叫大涨股 跌幅超过6%的叫大跌股 那另外我们也建立了表单 然后这个表单就是客户资料表 接下来呢我们要示范就是 建立那个成交资料表 然后再建立报表 好那个现在持续持续019单元 现在讲那个020单元 那前面的话就是已经建立的 前面已经讲解了 已经建立了两个资料表 这边两个资料表 然后呢有查询有表单 那个因为这个是考试 我考试的时候都这样考了 那最后的时候有时间的话 因为考试分数 同学分数还是要拉开来 有些同学比较有细心 比较有企图心 那像这种同学我就跟你们讲说 就提示你们 像这个东西做完之后 你就把它修修漂亮一点 像那个这个表单有没有 这个是这边看到的是表单检视 然后你转到那个设计检视 设计检视 设计检视的话 像那个就会出现这个属性表 属性表你把我把属性表也暂时移开 譬如说有没有 这边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就是 因为我设计题目的时候 我也没有就是说很仔细的去看 你就是按Ctrl键 然后把它全部这样子拉过来 全部就拉过来 那最后结果是看你那个 这样子 那可能就是上那个电话 电话明显有没有 会那个不够 电话 对不起 这边 按把它取消掉 就是最后有没有 你电话的话 可能明显 那个宽度会不够 所以你就是把那个这个有没有 中把这个就一样Ctrl键 三个一起往右拉 电话呢 就把那个拉大一点 当同学前面还有人讲说 为什么这个没调 这个答案也要调 那可是因为我没时间了 那这个条的话 如果说你要利用那个属性表条的话 那就是叫做Label 比如说那个统一编号 对不对 这个统一编号 你应该也要配合放在最左边 这个应该要把它放大 好 比如说统一编号 Shit怎么回事啊 好 比如说那个统一编号 那个 这边 同一编号的Label 同一编号的Label 现在是在2点 它的宽度 宽度也给它改成是2 这个Label就是上面的那个标记 有没有看 你看这边已经粉白了 然后它的位置呢 距离那个左端的距离 我要给它改成那个0.5cm 就好 0.5公分就好了 就是你就打0.5 他马上就移过去了 好 那个 这个原来这一个有没有 原来这个叫什么 好 这个不用了 就是这个 原来的这一个 你要把它那个移的话 一样 一样去移 好 因为我们这边不想弄了 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说 我上课上的有点快 因为我想说 很快的就让大家了解 那个 那个access的全貌 大概这样 大家都有个概念比较重要 其他的细节呢 细节就是以后大家会用到 又会用到的时候 再说 再去 再去用 好 好 那我现在就做下一个 就是要做那个 已经做过了 就是在第14 15 16单元讲过了 就是要建立一个那个 成交资料表 就建立一个成交资料表 所以你就建立一个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 名称叫做资料表 一 那我们就是把它储存 好 你可以先一开始就按储存 按储存 你要一样储存的话 他就会要求你有没有 要把这个资料表定义名称 那如果你不定义的话 他就用那个原来的名称叫做 预设的名称叫做资料表 可是我们不要 我们给他叫做成交资料表 成交资料表 然后按确定 然后那就开始做设计了 我说过那个设计 就是用到那个设计检示 比较 比较方便 那第一个就是识别 不要动它 我说格式不用动 那个名字的话改成成交序号 然后成交序号 好那往下第二个栏位 栏位名称叫做客户 第三个栏位名称就是买 就是他是买 还是买或卖 买或卖 第四个 然后是买或卖哪一家股票 然后叫中国股票或股票了 然后这个呢就是 接下来呢就是那个数量 数量 那弄完之后呢 资料就是这个是栏位名称做完 我们要弄那个决定 他每一个那个数量类型 像这个数量 数量的话就是数字 确定是长整数就可以了 那个中国股票的话呢 它的来源是查阅金铃 我们要建立永久性连接 那查阅什么 查阅既有的资料表 就是我们已经建立好的中国股市资料表 然后按下一步 全选 然后向下一步 那排列的顺序呢 我们用那个 用公司名称或者用涨跌好了 用涨跌排列好了 涨跌幅啦 对不起涨跌幅 因为我们前面有说 就是假设客户有没有 其中一个最喜欢买那个强势股 他认为起涨就会继续涨 有人喜欢就涨上去就卖掉 也有人认为干嘛 涨上去我就是要醉 好那就是用涨跌幅排序 然后按下一步 就是这个样子 那隐藏要不要隐藏锁引键 把锁引键引藏下来 我们不要看锁引键 然后按下一步 然后就按那个 启用资料完整性 这个以后再讲 就是要不要启用资料完整性 好就完成了 必须先储存资料表 对要储存 好那这边下来就是那个买或卖 我们一样用查阅精灵 这个就要输入我要的值 就是那个买 这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这是卖 买或卖 然后呢 下一步 然后呢 限制在清单内对 完成 然后就是那个就买或者卖 没有第三种可能 然后客户呢 这个来源也是查阅精灵 因为我们已经有客户资料表了 然后就是这一个客户资料表 这个就是稍微那个小心一点 第一个呢 要用统一编号 因为统一编号是我们什么东西 主所引键 所以放进来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那个简称 第三个呢 董事长也要放 好 然后就按下一步 那排列的顺序呢 下面我们用简称 然后下一步 就是这个样子 像那个排列顺序 中性经 原大经 台性经 然后下一步 好 然后一样启用资料完整性 这个您有没有启用 不会扣分 可是因为是我们后面有没有 才会讲资料完整性 是什么关系 必须先储存才能建立关联 是 其他使用者正在使用 为什么因为那个 等一下我们再看看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成交资料表 为什么有问题 应该没问题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解释 就是 从这个解释 这个成交资料表 我们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像假设我们第一个客户 有没有 他要那个买 好 假设这个合户金有没有 他喜欢买那个 这个是 超跌的股票 假设客户金喜欢买 然后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客户 好 我们选一下是假设就是一样 他喜欢 假设他已经有了 然后他要卖 假设他是卖那个 就是 大涨的股票 假设 就是一直拉下来 大涨的股票 这是大涨的股票 他买了很多 假设这样子 当然我们这边呢 题目还有要求你 为成交资料表 建立表单 就是在这边再建立一个表单 那要建立就是一样 建立 那个表单 我说用表单精灵 表单跟表单精灵有什么不一样 就好像档案你是使用那个什么东西 空白资料库 还是你要使用范本一样 范本的话就是减少你的麻烦 认为他认为又是有常出现的 然后我们为那个成交资料表 建立一个表单 全部选 然后按下一步 那我们用表格式 表格式 然后按下一步 然后呢 要不要修改 我们不要修改 修改 你要修改 等一下就是跑到表单什么东西 表单设计 就可以修改 我们不要修改 然后我们就完成 那完成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刚刚那个画面是什么东西 就是设计画面 你要不要设计 要不要改 要改也可以 像这个有没有 这个太宽 如果你要改的话 就是在这边改 改 那这个更是太宽 太宽 如果说那个同学有修 就是有同学有时间 那你有修的话 当然我就会给你那个 就是加分 这个我们把那个关掉 那这个就是股票 股票 我拉过来一点 那当然这个位置没有很精准 要很精准的话 就是你有没有 属性表嘛 属性表 属性表 像这个有没有 来来来 我们就假设 假设我们就是比较 就是求完美 求完美 又一次要把它弄好的话 那你就是 这个 这数量一定不够宽 我们就把它宽一点 宽一点 那譬如说你现在一次 怕它没对齐的话 那怎么办 没对齐的话 那就是这样子全部按了 然后那个属性表 有没有 属性表那个顶端距离 顶端距离 刚刚是多少我也忘了 那还有就是什么东西 高度 你就一次就给它到位做好 就是这样子的话 每一个的高度都会一样 0.6cm 那个顶端距离 假设是0.4cm 这样子就是很统一了 把它那个属性表关掉 这样子就很统一了 那这样的话 那检释我们就是表单检释 这边就是可以输入了 刚刚输入的东西 有没有也是在 假设现在这是第一个 留任商买 买 我们就是那个题目 我没有很要求你要那个 没有说要求一定要按照 有没有要求 只要有输入就好了 假设又买这一个 然后又买 很有钱买很多 然后呢 他就是卖 这样一个输入的 差不多五六个就好了 那其实这个干嘛 你因为我刚还有就是没有要求 那个资料一定要输入 应该要要求的 这个改成那个买 这个就随便一个 随便一个 再一个就好了 然后这边是买 然后那个 好 那你要就是继续输入 但还有这个就是什么东西 这个记录当然也可以 然后我们就是完美一点 然后输入那个十个 好 这个嘛 这个就输入资料 20 然后呢 移开 这成销资料表 当然这些输入的成销资料表 有没有在这边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好 因为这个是刚刚的记录 你要有的话 你就把它关掉嘛 就是再按一次成销资料表 刚刚的输入干嘛 一定也会进来 你也可以在这边输入了 不过我顺便讲一下 你资料输入还是要在那个 成交资料表 因为我们后面 我先预习一下 就是资料库工具里面 做资料库做到比较专业 你一定要用到资料库工具 后面呢 有这个东西 叫access资料库 那在干嘛 就是将资料库分割为两个档案 一个呢是包含资料表 那另外一个呢是包含查询表单 包含资料表的部分呢 就是一个什么资料库管理 DVMS 资料库管理师 他是在管理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那个end user 就是一般的那个金融机构的话 就是办事员啊助理啊 那你只要负责什么 查询跟利用表单 输入而已啊 那管理那个表 那个就是这个资料表 干嘛 你不能乱动资料表 因为你这牵涉到什么秘密 还有牵涉到那个资料的安全性啊 啊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后面 我们才会用啊 还有这个share point 那前面的话呢 我们还是就是 比较那个假设 假设就是比较小规模的使用啊 啊 那个好 这边做到这边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做下一步啊 下一步 就是你要建立啊 建立什么报表啊 就是我们这边有资料表 有查询有表单的 就是把今天的成交资料啊 输入到报表去 好所以你就